贪小便宜吃大亏 不是自己的东西 就算捡到也不要 今天咱们聊一部 十七年前上映的 阴阳漏戏系列电影 我对眼他闹鬼 阿人和女友阿柯 在小梅沙旅游 享受阳光海滩 两人下海游泳时 碰到了一对感情很好的父子 阿柯在游泳时 捡到了一副墨镜 阿人说 别乱捡东西 扔了吧 阿柯说 香了转的 阿人一看挺漂亮 说那就留着吧 此时年轻父亲 正在用嘴 给游泳泉吹起 不料儿子一屁股撞上去 父亲脑牙骤症 当场暴雪而亡 正位捡到漂亮眼镜 而开心的两人 被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坏了 阿人随即拉着阿柯 回到酒店 画面一转 阿柯一人独自在海面漂游 突然水里伸出 一只涂满水粉的手臂 阿柯被吓得跌落水中 不停地扑冷 救命啊 救命啊 老娘要淹死了 忽然阿柯从床上坐了起来 原来是一场噩梦 阿人被他做梦的时候提到了床下 回到床上见他满头大汗 便让他去洗衣脸 可就在阿柯洗脸的时候 那只水粉手又出现了 但是阿人看的时候 却有什么都没有 其实女鬼就站在门后 瞪着双眼妆容很淡 回到房间后 阿柯再也不敢睡了 可以让阿人陪着他坐到天亮 第二天 阿柯说外面太阳很大 阿人便让他戴上了剪刀的墨镜 画面一闪 阿柯来到一个有树林的沙滩 他看到一个女人 边跑边喊救命 女人身后跟着一个拿刀的男子 显然是在追杀他 不远处的窗户边 是导演在看热闹吗 为什么不报警 就在男子要追上女人时 两人忽然消失不见了 正在纳闷的阿柯 肩上被拍了一下 原来是阿人在叫他 阿柯被吓得吃蛙乱叫 眼睛也被睁在了地上 对于阿柯所说的回忆事情 阿人根本不信 因为他戴上眼睛后 什么也没看到 他觉得可能是年轻父亲的惨死 让他受了刺激 阿柯第六感告诉他 此地不宜久留 两人离开时 并没有带走那副相转的眼镜 可是回到家后 大雷在背包上 发现了那副眼镜 阿柯生气的说 让你扔掉 为什么又捡回来 阿人觉得很奇怪 明明自己没有拿回来 众人见他们说 要把这么好的眼镜扔掉 纷纷失戴起来 可是并没有看到 阿柯说的场景 见忠如不信 阿柯便想等阿人的老妈 龙婆回来问问 这龙婆也没有发现 回忆之处 他反而觉得 这个相转的眼镜 非常好看 很适合他的气质 龙婆说 阿柯肯定是太累了 让他先回房休息 阿柯坚信眼镜有问题 责备阿人不该把眼镜带回来 无论阿人怎么解释 他都听不进去 两人为此吵了架 深夜 大雷等人还在打麻将 龙婆在一旁看电视 阿柯突然从熟睡中醒来 戴上了那副 诡异的墨镜 画面转 阿柯像梦游似的来到客厅里 穿着泳衣边走边游泳 仿佛置身大海一样 屋子里的人全都看洒了眼 龙婆提醒大家 千万别出声 等到阿柯重新回到卧室后 龙婆让人叫醒了阿人 龙婆说 阿柯肯定是撞邪了 仔细地询问了阿人 去旅游的经过后 他建议两人到向南海边 把眼镜扔到海里 就会没事了 第二天 两人如龙婆所说 把眼镜扔到了向南海里 事后 阿柯刚回到房间 发现墨镜居然好好的放在梳妆台上 明明丢下海的 怎么又回来了 这下众人觉得问题严重了 事出反常臂无腰 眼睛这么做肯定会有目的的 龙婆让阿柯再次戴上 劝他尽量坚持久一些 看看能有什么新发现 阿柯刚戴上 眼前就出现了 女人被追杀的画面 可惜阿柯很胆小 很快就被吓得摘掉了眼镜 听完阿柯的讲述 龙婆认为他和眼镜通灵了 事情应该是这样的 死者生前最后的营养信息 变成一股脑电波 被眼镜储存起来 而阿柯刚好能够接受到 这种频率的脑电波 因此 只有他能够看见 整个事情的真相 龙婆觉得阿柯需要戴着眼镜 回到最初捡到他的地方 也许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本来龙婆只想让 阿仁碧姬大雷一起跟去 不要卷毛和弟弟阿光 也非要跟着去 转过场 其人来到金沙湾大酒店 刚进大堂 卷毛就看见一个身材不错 样貌娇好的年轻女子 然而其他几个人 全都没看见 接待他们的客服是 笑容可惧的帅气龙武 他说能让除了二人以外的男性 在漫漫长夜里不寂寞 于是本打算开三间房的六个人 开了五间房 他们在餐厅吃饭的时候 那个靓丽的女子又出现了 四个色男刚商量好随眼上 女子突然又消失了 转过场 其人陪着阿柯来到海边 神秘女子再次现身 然而就在色男们回头的一瞬间 女子再次消失不见 难不成是幻觉 神觉得不可思议 阿柯把眼镜 扔回了原来的那片海 他以为应该没事了 可是回到酒店后却发现 墨镜出现在电视机上 眼镜阴魂不散 这让阿柯十分害怕 转过场 龙武给大雷等人 介绍了一个量有很多的地方 不料这里的美女 全被一个叫李老板的人给包了 龙武说 幸好有两位上班迟到了 一会儿就给你们送来 就在几人等着火大的时候 神秘女子再次现身 然而这次 只有大雷和弟弟 逼击两人看得见 龙武带来两位小姐后 神秘女又消失不见了 异性蓝色的大雷和弟弟 跟着龙武一起回到了酒店 而卷毛兄弟 则被两位美女带着来到了海滩 就在他们几人抱着一起 取暖的时候 手臂上全是水粉画的女鬼出现了 两个小姐当场被吓昏了过去 而卷毛两兄弟 看清了女鬼的脸后 也飞快地逃回酒店 第二天 众人来到两兄弟 遇见女鬼的地方祭拜 阿柯发现 刚好是眼镜指示的地方 然而就在几人 让阿柯往海里扔眼镜的时候 神秘女再次出现 一下子吸引了色男们的目光 二人直顾着看神秘女 不停地指挥阿柯往海里走 让他把眼镜扔远一点 就在神秘女向前走来时 二人突然发现 阿柯不见了 就在急忙跑去救阿柯 还好有惊无险 阿柯只指呛了几口水 这次阿柯戴着眼镜 看到了更多的画面 一个叫家乡的男子 聚赶了女人 并且把女人溺死在了海水里 回到酒店吃饭的时候 阿柯发现 李老板就是那个行凶的男人 卷毛过去试探 李老板的名字 果然叫嘉兴 随后阿仁和阿柯 便开始跟踪李嘉兴 在这期间 李嘉兴开始频频采成幻觉 他总觉得女鬼在跟着他 可能是阿柯和女鬼 长得有点像 时间一长 居然被他给发现了 他开始回忆 和妻子吵架闹离婚的事情 小云是一家公司老板 而他只是一个穷光蛋 两人结婚后 突然报复 让他迷失的方向 生活迷烂 在外面乱搞女人 小云提出离婚 他害怕离婚后 回到一瓶如洗的日子 于是杀死了妻子小云 任中被发现后 两人商量了一个 不让李嘉兴 针对夫妇的计划 这晚 疑神移鬼的李嘉兴 来到海滩的埋尸地 阿柯假扮成妻子小云 被吓破胆的嘉兴 说出了杀人事情 由于两人提前向警方 举报了李嘉兴杀人埋尸 在附近埋伏的警察 拿到证据后 把李嘉兴抓捕归案 小云终于大仇得报 渣男得到了应用的惩罚 得个便宜处 吃便宜 做人不贪最好 故事到此结束 下期咱们接着聊